要活得精彩 就要學多一點 自在人生大學堂 啤梨 自在人生大學堂的學習有方 又回來這個時候 2019年的這一集 究竟講什麼呢 當然要請我這位好拍檔出來 我已經覺得他絕對不是我嘉賓 他簡直是我的拍檔 變成了我的導師 那頂膏沒有黏得這樣 大家好我是Alvin 企業陪伴家 今天在這個學習有方 2019的新單元裡面 其實剛才我們在演繹一件事 跟今天的主題很有關 就是要怎樣去互相扶持著 學習才可以做得最好 我們所說的就是關於小組學習 小組學習 這件事好像以前讀書的時候 經常都聽到 出來做事我真的少接觸小組學習 你說得對的 其實本身 我想大家最容易可以關聯得到 就是讀書時期的發生的東西 包括了你做了一份功課 有時候你一個人瘋的話 其實都瘋不完 或者你一個人去做 都做不完 斬一塊 這一塊是阿伯你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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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人做一塊之後 其實他都是想做些什麼呢 就是說 令到你們聊的過程當中 可以互相 不是說僅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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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校一說小組學習 我第一件事關心就是 什麼人和我一組 你說得很對 這個市面上很流行一種 叫做Free Rider的物品 他們很喜歡 有空又來一下 有空又閃一下 有空又給一些沒有建設性的意見 你明明叫他下個禮拜交 他就是這輩子下個禮拜 就是那個禮拜之後那個禮拜 是啊 所以永遠你說得很對 我們都會關心一下 什麼人和我們同組 是啊 但去到今天 其實就算符 我想我們舉一些例子 大型的學府裡面的學習 尤其是有些我們經常都說 很辛苦的 要做很多個案分析 做完個案分析才拿出來 每個小時內討論 那些文獻多到口答答 每個都是電話簿 不可能你可以完全閱讀 就算到成人教育 我們都會有這種小組學習 此其一 但其實本身我們在公司層面 就算不是叫他上課 但有一些新的研究報告 或者新的項目 我們要推銷的話 其實我們都不會單是委派一個人去做 而反而 可能是委派多於一個人、一個團隊一起去做 都是畏著在過程當中 如果他們不是一些freerider的話 怎樣可以在裡面找到更深層次的知識呢 就是我們本身在企業裡面會做的東西 企業就是這樣,如果是一間屋呢? 企業就是這樣 在一間屋呢,不如我們生活化一點 我們經常都見到有些媽媽 其實媽媽的職位很高 媽媽才是一間企業的CEO 是的 如果你家裏有個幫助者的話 通常我們都會給他一個名字 英文叫做Kitchen Director 廚房總監 總之你做的名字很高就有型很多 在家庭上這種小組學習是怎樣呢? 你經常都見到的 找一下姐姐教一下妹妹 找一下哥哥 你教一下弟弟怎樣游泳 你會知道為何這種都算是小組學習呢? 因為一,多於一個人就叫小組 是的 第二,其實過程當中為何會有學習呢? 其實無論是商業的例子也好 在生活上的例子也好 我們最重要做到的就是 不是一個教授去教你 而是跟你差不多同輩 又或者比你聰明一點的人去教你 的話呢,你的吸收可能會好些 因為起碼你們在溝通用同一種的語言 這件事令我想起小時候 我曾經被派到這個小組學習 我媽媽派了我和我妹妹一起學習 要做這個甜品 怎樣做這個兩個顏色的啫喱 令我想起,其實那時候我正在做一個小組學習 因為要跟他溝通 究竟做哪一件事 對啦,剛才你那件事做得有什麼問題有什麼好 從而令到我現在要怎樣撿手尾 現在呢,比你所說的那件事 如果我們用一些比較組織化一點的言語去說的話 就是如果我是單純聽某一個人對我的教授 我是側近一點進我的腦裏 那件事中文叫做輸出 英文叫做一個, sorry 中文叫輸入 就是我們所說的一種叫進入 但是輸入到多少,你進入到多少的話 其實本身有幾樣情況 就是一,你那個輸入的過程當中 你有機會覺得很悶 那你就會關機了 所以其實本身人的輸入量 其實本身是非常有限的 但是更加重要的一點就是 原來輸入了之後 其實你的腦筋是要我們處理它的 process了它 process的過程當中 就是你要大量的output 即是我們的輸出 不是只有進入,亦都有出 當你聽一下,講一下,聽一下,講一下的話 突然之間你會發覺自己可以吸收到容量擴大 不是因為你的腦筋大了 而是因為在輸出的過程 即是output的過程當中 通常你會有一些新的看法 這些就是加深了自己那個 所謂叫輸入的時候 input的時候 一個更加落實,更加到位的地方 那就像打機了 當我過關的時候 以前和朋友 這個位置你不要走過去 這個位置死的 你繞去右手邊那邊 因為我有輸出 所以我呢 你要講一下 我要講的 有輸入有輸出 以前打機是很厲害的 可能講那個叫做 孖寶兄弟 即是你會知道那些關係 走什麼路 怎樣跳 避開什麼東西 除非你走一些你不懂的路 如果你走一些舊的路 你絕對是變了專家的 你絕對 你絕對 其實你講開孖寶兄弟 我們一定會知道 孖寶兄弟很擅長去捐水館 是的 到底跳誰可以去得到 吃得最多的金幣 是的 你玩一次 你不記得不要緊 你玩兩次 你繼續玩下去 最重要的 你怎樣可以記得呢 就是教一下你隔壁的朋友 你教一下隔壁的朋友 因為你要提他的話 其實你就會用另一個角度 不只是輸入 只記 你會輸出 講完 所以在過程當中 學習 為什麼我們會有時候 很依賴就是不要一個人 只是去看書 不要只一個人 可能看很多不同的視像 頻道 學習 而反而多點跟別人溝通 其實我們正式地說 其實是講這種的 輸入與輸出 而帶來的一種 我們消化上的一種有效度 這樣聽上去都幾好 這種的方法去學習 但是 是不是現在這個年代 相對地 我們很容易變成自己一個人 就是看著YouTube 看著上網 其實很多時候 我不問人 我自己問Google 其實你說得對 如果將這件事再極化一點 我們不透過多於一個人的小組學習 而是自己 可能我不可以說 萬無目的 或者沉醉這些 可能未必那麼好的文字 反而依賴自己摸索很大量的情報 我們看到今天的社會出現的狀況 很多人好像看過很多東西 但經常出現了一組字叫過眼雲煙 你不是沒有看過的 但你很快看完 你很快看完 你很快聽完 然後又要再看其他東西 你沒有機會進入一個深層次的一種消化 其實那些東西未必會落實給你 去到腦裡 剛才你說的 例如打機 跟打機 跟電腦有關的話 其實我們都懂得分 電腦會有RAM 有一些叫做短暫記憶體 但是我們有Hard Disk 其實本身是用來保存你的 即是保存你的資料的硬件 其實你會分得到 短暫記憶體的RAM 和Hard Disk硬件的最大分別是什麼 你的RAM一打機 本身儲少少那些Cookie 或者儲少少那些Cash 即不是Cookie 以前那些叫Cash Cash 應該這樣說 就會用光 然後就會重新翻新 但什麼是不會 你打機的時候會用光 其實是Hard Disk 所以我們所說的 其實這種原理 跟我們的腦袋一樣 你看很多資料的時候 是用你的短暫記憶 去process 它可以留少少Cash 在你的腦袋裡面 一些短暫記憶 但當你睡醒 或者那段時間 即是感覺像Boot Day 其實那些東西 是不會停留得來的 但如果你消化了的話 它就等於 放進去你的硬件裡面 你的硬盤裡面 到你再用出來的話 你就會發覺 原來有些記憶 是你以前已經有的 那麼容易一點 你可以記得更加多不同的東西 嘩 那大家看看 你用不可以用一個好的方法 把你想學的東西 放在硬件那裡 放在硬體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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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今天我們還有幾部分 大家不要走開 稍後繼續跟大家研究一下 什麼叫做小組學習 自助人生大學堂的學習友方 今天我們講這個小組學習 斬眼到單元十的第二部分 嘩 真的斬一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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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由一百年跟你在這裡聊到一九年 嘩 開始你突然令到我黯然地 有一種神粹 嘩 很快去到第十集 很快去到我們單元尾 是啊 我們總共有十三集 暫時由第一集到現在第十集 大家都不斷在Alvin身上 啟發到很多東西 你說得很對 你啟發了我們 如何動回我們某些思維 我想那件事由第一集開始 我不停地去強調的地方 就是 什麼為之學習 什麼為之我們所講的培訓 因為我的工作其實跟培訓有關 但如果培訓沒有一個學習心態的話 你的培訓是不會帶來任何成長的 兩月學習的效果 反而是燒錢 是的 企業或者經常父母給很多錢 自己小朋友 希望他們要透過特定的格式 可能企業裏面說 你下個星期一 不如不要回到公司 你去某某機構做一個培訓 做半天的培訓 我還給錢 你會知道那件事是一個特定格式 我要你上課上課 都是一個特定格式 但是學習 我從第一個單元到現在所講的 最重點的地方就是 學習是一種自我自主性 主動性的一種個人啟發 當你看到一件事的時候 其實本身你用不同的一種視線 去看這件事 再想一下跟自己之間的關係 主動地意會多些 在裡面你可以學習到什麼的話 它跟時間沒有關係 它也不需要你付錢 但是問題是 剛才所講的就是 我反過來給你最貴的金錢 那半天去上最有名的導師的班 但你沒有這種主動啟發性的話 其實握什麼鬼進去都握不到的 是的 即是好像 我不知道在看三機 或者在看我這條影片的一些 男士們會不會有共鳴呢 因為我自問讀書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很喜歡讀中英素FK嗎 不是的 但是呢 到了我讀完書出來做事 回想一下 雖然我不是說 整個人生很喜歡讀書 但是我發現我很喜歡學習 從小到大 很喜歡自己找一些東西來學 特別是關於一些砌某些東西 駁某些機器 即是怎樣播放Hifi 放DVD 再播放電視 又可以播放Amplifier 即是那些女性是搞不定的 是的 沒錯 你會發覺那樣東西就是 有時候以前 如果你擺到變成了一本書本 要你學過的話 你感受到滿 但原來你將它融為 回到你生活上 你喜歡的東西 你哪怕將電線搏來搏去 其實它已經是在物理學上 你不停會學的東西 回想一下就是 為什麼那時候 讀FK嗎 我不用這個心態 這麼實際的心態 而我當它是一個書本 我想就是因為 不是每個人 會這麼可以找到自己這種方法 尤其是小時候 所以才會出現到小組學習 即是互相地 你又幫下我 我又幫下你 所以確確實實 剛才那一節裡面 阿啪你們都說得很對 麻煩你小組學習的時候 找對人 是的 有沒有試過找到好錯 我那時候 通常都不是我去找的 是被派的 被派的 所以我是有一個 叫做抽獎的感覺 究竟做不做我 心目中想找的人呢 這樣 你真是很壞 搞到我想起 那時候 有些疑事往事 她們很會抽獎的 很想抽到自己心儀的那個女生 是啊 中不中呢 中不中呢 明明是做份功課 覺得那件事就是 我來了 我們近水流來 先得月 所以 怎麼會只做功課 這麼簡單 如果中了那個 心目中的那個女生 我就很用心做這個 project 對 而且我好像突然變成天才 很用心的學生 如果不然就好像 走 你說得很對 那個天才的感覺是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要威風 要教那個女生 你看不清楚 不如我看完 我教一下你 很主動 很主動 所以 一個團隊 如何構成 往往是做不做到 那件事 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元素 我們在一個東西 說起來好像很厲害 實際不是什麼大事 組織學 有一種叫做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組織行為學 什麼可以驅使到 其實所謂的組織 一間公司 都是一些人 所集結在一起的地方 所以如果我們先從一間公司出發 去看看其實是一個團隊的誕生 在組織行為學上面 會告訴你 團隊 其實是要有三個不同的元素 我想大部分的人 就算我不說這三個元素的話 腦裏面 例如聽眾 或者各位觀眾 你們都會知道 團隊最重要是有什麼呢 不如我們試試想想 有些人會說要有 團隊的凝聚力 你們覺得還有什麼呢 團隊除了要有凝聚力之外 要有一個叫做 要有一個領導的 哦 對 即是不可以每個人都是領導的 如果一個團隊裡面 四個都當自己是領導 就事情其實反而不太好 正所謂一生不能 藏二苦 藏二苦 但是團隊裡面 也都要有不同的手腳 有些人可能他數學很厲害 有些人他細心 因為我其實是覺得自己沒有那麼細心 我很需要 我從小到大 如果要組成一個團隊 我希望找到一個給我細心的人 嗯 那我就做另外一些反彈 有很多我們所說的 心理測試上面 幫一個團隊去分析的話 其實都有說到 你所熟的是一種什麼型格的人 裡面都會說到一個團隊裡面 可能可以的話 你就盡量找一些 我們有一些叫做 idea think tank 就是說他不停地去 去創意地 去創新地 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嗯 但也有一些叫做executor 就是我們所說的 一些執行者 是 有些人是極度客觀性的 邏輯分析家 是 但有一些是情感澎湃的 一種領導風格 是 領導風格的人 所以呢 你怎樣去找不同的 有些角色叫做領導者 有些角色叫做跟隨者 是 才可以令到你剛才所說的 那個團隊成事 是 這些地方都很重要的 是 還有些什麼 除了是這些人之外 我覺得 要有那個心完成這件事 因為那個團隊 以前試過有些團隊 可能分了四個群組 有一些群組 他根本上好像不想交功課 到達交功課的時候 我感覺到全部都是中途 已經放棄了 沒錯 沒錯 他不想完事 就很糟 所以 林林種種類 其實在這個組織行為學上 定義 其實有三個C 三個英文字母 但這三個C 基本上都被 被你說得七七八八 第一個C 英文其實叫做 common goal 共同目標 但是我們所說 我們所譯 goal goal 譯出他做目標 其實不能夠好好地 帶出整個goal的意思 因為其實英文的goal 很多人都會覺得是一個目標 但實際上 如果我們看著這個goal 其實它是一個組合 兩個有目字的字 因為我們會知道 每一個目標 背後都會有它的目的 OK 如果我們人 只知道什麼叫做目標 即那條line 你什麼時候完成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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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不會有幹勁呢 會的 但中間你會認識鬼了 但問題就是 如果你明白背後要達成到這個目標 背後的目的的話 你不會那麼容易放棄 不會那麼容易 因為中間有什麼困難 或者不同的挑戰 然後放棄去達成你的目標 因為你背後的目的非常之清楚 所以我們不是經常都說 無論你爭取什麼 都是叫做 勿忘初衷 因為你爭取一件事的時候 其實過程當中 一定會有很多東西令到你氣餒 令到你發覺 這個目標好像不容易達成 沒有你想像之中那麼容易 但是什麼可以支撐得到你 去將這件事完成的話 其實永遠是背後的目的 是 所以第一件事 我們所說的 其實會叫做 come and go 而你剛剛所說的 那件事就是 這班人圍在一起 究竟他們是為什麼去做這件事的話 要來得很清晰 這兩個目字 目標和目的 不過我補充最後一句 就是說 在大部分的 我們見到雙營機構 其實目標 基本上大家都會知道 因為要做數 你要跑到多少數 你今年2019 要交多少個電台節目 你不是知道吧 你會知道 但是問題 目的就不容易 是令到我們 經常都放在腦裡 所以 形形逆逆 為什麼我們會氣餒呢 原因是這樣 但是反過來 非雙營團體 即我們所說的 非牟利組織 大部分他們創立的目的 都是很鮮明 無論是為了扶貧 無論是為了社會 某一個弱勢社群 令到某一些 可能我們所說的 例如更新人士也好 雙殘的群組也好 得到一個 可能較公平的待遇 與自身的機會的話 其實很多不同的 非牟利團體 他們的目的 是十分之清楚的 但是他們又不流行去設定目標 所以每一年 就有很多很宏大的目的 想在這一年 或者這五年去達成 但是永遠 你會看到他們很遲緩 未必能夠做得到的話 就可能沒有去強調 那個目標 在這裡我想說的 就是不是哪一件事 重要一點 而是兩件事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平衡 所以要一個好的團隊 他能夠做得到 有第一步 真是一個團隊的話 我想在這一節 我最後一句說話 就是記住 common goal 共同的 究竟是什麼呢 我會這樣去演繹為 共同的目標 和共同的目的 記住記住 好 我要重新想一想自己的 目標和目的 好了 繼續回到在人生大學 課行的學習有方 我們繼續講這個 小組學習 剛才那個單元裡面 講到就是 小組 英文叫做 團隊 不要胡亂選擇 不要胡亂選擇 我們經常都說 最怕選錯自己的隊友 不怕 我們所說 神一般的女仇 最怕什麼 就是 總之不太好 所以選擇一個好的隊友 選擇一個好的團隊 很重要 大問題就是 什麼為之團隊呢 剛才我們分享過 有三個C 第一個就是 common goal 但我會將他中文的演繹 變成一個共同的目標與目的 嗯 那第二個C 也是 在你上一個節裡已經講過了 其實英文叫做 common will 所說叫做 共同意願 想達到這個共同目標與目的 的共同意願 高不高 即是他有機會是沒有那個意願 不想的 被迫的 真的 我知道你想達到什麼目標 我知道我們想達到一些什麼目標 但問題是 每一個人的意願水平 即是我們叫做 英文叫做 motivational level 即是你那個叫做 激勵指數 嗯 是啊 如果有些人熱一點 即是基本上熱神一點 有些人冷冰冰一點 嗯 到最後的話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一起去衝過到那條線呢 不行的 是啊 真的 那如果這個view 不是很重要 就是經常會擔心 那個團隊裡面 會有些人 那個view沒有那麼強 嗯 不過那件事 叫做 有利有弊地 叫得做一個團隊的話 其實某個程度上 都有一個互相激勵性 嗯 如果你在早前排 有留意到 網上都有一個風傳 有一個大學生運動會裡面 在日本當地 都是一個長度 一個長距離跑步的接力賽 嗯 其中第三棒 那個女生 其實跑到那麼多 哇 整件事是抽筋 然後完全站不起來 然後就在地上 一步一步地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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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了數幾分鐘 那裡其實不是五分鐘 還要比五分鐘長 爬到最後 交道給自己的隊友 你看到兩件事 第一 那個女生 已經站不起來 一交完之後 一側一側身 坐下 就看到整隻腳都損了 因為她的跑步褲 你想想 膝油哥的地上 真的 短褲 全部都是皮和肉 在地上 第二件事 你看到那件事 摺棒的最後跑手 摺棒之前已經在擦眼淚 摺棒的瞬間 是流到很大滴 一瞬間一摺頭 就跑一路 張眼淚一路 一路跑一路跑 其實原來很有趣 當一個團隊 他真的知道自己的目標與目的之後 然後每一個人 你願意多付出一步之後 原來加起來 不是一步加一步等於兩步 加起來 一步加一步的話 是多於兩步 三步四步 是每人都願意走多一步 咦 這個例子是 又或是真的 因為發生一件 就是叫做 不是那麼順利的事 但是反而令到他們這個團隊 可能比其他的團隊更加有鬥心 所以我們要看到那件事 我們看到運動家體育精神 想將這件賽事完成 不想半途而廢 大家堅並堅果 其實本身是一些運動家精神 但不同團隊 坦白說 大家的激勵資源都不同 我亦都不能夠排除 亦都不能夠否定 確實有些團隊是為了錢 很多都是 如果計算工作上 所以 他們的目標與目的 去達成一件事 是可能建立了 但甚麼可以令到他們 繼續有一個 motivation 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跟錢掛勾 所以老闆要解決問題 可能經常都是用錢 解決是最實際的 所以你會看到團隊 如果你說在商業背景 或者在老闆界面上 為何我們會有這麼多掌成制度 如果在過程當中 你做得到一個 我們英文叫做KPI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即你達到一個關鍵指標 我就給你一塊錢 你再達到一個關鍵指標 我又再給你一塊錢 其實都是想保持著 保持著整個團隊的 motivation 的指數 這個應該是掌罰分明 是啊 但是我 千萬不要以為我很有錢 我是極度窮的 我要事先聲明一點 你看看我的衣服 你也知道我窮 爛了 我窮一點 你看身精頭 特意買一些爛的衣服 然後去到 我想很多東西 都是一些風格 我只想說一件事 有很多團隊 不是只為了錢 有甚麼常見的 其實跟人的激勵 即是跟人的激勵 指數是有關的 原來很多人 在過程當中 為何會有共同意願 去達成一件事 原來呢 是跟兩個字有關 叫成長 透過跟你一起火拍 我每一天都覺得 今天的我 比昨天的好 然後就算有些事情辛苦 我不會拘離這些地方 然後願意多走一步 原來成長的重要性很高 這個也看到 我發現 在工作上 身邊也有一些同事 互相給予一些目標 特別是我們做創作的方面 如果做創作的行業 身邊的同事沒有這種心態 其實創作不到一些好的東西出來 是的 有時候是吹無求疵 或者想再去挑戰自己的心態 但你不存在的話 其實很難做得到 你試試想想 很多人呢 其實在工作上就比較容易看 就是 經常都說 最好每天做 最好 基本上是 就是 完全坐著 甚麼都不用做 等等收工 但你會知道那件事是甚麼 原來是錯的 當我們做很多研究 在報告裡面發現 去問很多不同的人 你可不可以去形容 有一天 那一天 是你人生之中 滿足感最大 那一天 問多少個百 或多少個千 的受訪者 是不會有一個人 告訴你 那天是甚麼 朝九晚六上班才算 四點鐘 我已經做了些事情 我都真的 拋手指 拋腳指 等到六點鐘 去廁所 去到五十次 是沒有人會告訴你 那天是他最有滿足感 最有滿足感的 一般我們在調查中 看得到的人 會怎樣形容呢 就是 那一陣子 那件事真的 很窄勢 整間公司鎮 整班伙計 晚上留在這裏 不斷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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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難聽一點 是回家 但第二天 洗個澡又來 繼續打 但後來 整班伙計一條心 將事情搞定 其實他在形容 一個團隊 或者一個個人 成長的經歷 成長經歷 所以錢是否不重要 錢是重要的 但問題是 我想一個團隊 他們的共同意願 怎樣可以達到 這個更加高的境界呢 記住那件事 跟成長會有關 亦都有些機會 其實是跟我們所說 叫做自主性有關 有無得說是很重要的 譬如我 和你去夾 我們兩個是團隊 但總之呢 啤梨 你不用多說 總之聽我說 我說什麼你就做什麼 好 哈哈 如果真是現實生活 找到好像啤梨摩 火記 就好了 但問題就是 你第一次會告訴我 好 第二 第三 你就有時候會覺得 怎麼搞的 那個Alvin 這麼強迫性 什麼都你說了 即是沒有說 那種感覺很好 所以你又有得說 我又有得說 我們有個自主性的話 就會更加容易 投入去有一個共同意願 所以你要記住 我們所說的第一個C 為一個叫做 共同目標 目的 第二個C 叫做共同意願 但確確實實地 每一個團隊 都有不同的一種元素 究竟真的為了錢 為了成長 為了有勢 還是什麼 每一個都會不同 我想最後那個 其實很簡單 一個團隊 除了有共同意願 有共同目標 和目的 其實最後一個C 叫做 Communication 即是有談 有說 的溝通 這個真的很重要 要不然你不要組團隊 要團隊 就一定要有溝通 大家都要找些對談 不對談 其實你走在一起 其實都是難搞的 所以你會見到很對 所以我覺得很誇張 今天你職場文化裡面 你會見到大家 不想溝通到一個什麼景點 就是隔壁的位置 你都敢發封電郵給他 你打算說的那麼多 你拍一下他的肩膀 你現在有沒有兩分鐘時間 你都不想浪費 我寧願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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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完就算了 這個是不是 當然了 電子化溝通 是一種溝通方法 但問題就是 什麼才能夠帶到 不是一種溝通的形式 而是溝通的有效度 所以我想這個團隊 他要做得到小組的有效度 確確實要想清楚 什麼為有效的溝通 用什麼心態 用什麼技巧溝通 我與他 才能夠產生互相的尊重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communication 好 我們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有最後一部分的小組學習 回到自在人生大學堂的學習 有方 在暫時已經到最後一部分的小組學習了 大家學成怎樣 阿Sir 最重要的是 我剛剛坐在聲音機 又好坐在電視機 電視機不是 自己的電腦旁邊 都要知道一件事 其實我們所說 一個小組的學習 不是一個人 而是一個團隊 所以我們剛才一直都在講 有效的團隊 其實應該是怎樣 有效的團隊可以令我們達標 而有效的團隊 亦都可以令我們達到 一個學習的效果 而現在我們要想的 就是 有了你剛才所說的 叫做 共同目標與目的 共同意願 亦都有一個有效的溝通 但我經常都覺得 一個團隊 你要無論做什麼都好 其實最重要是坦誠 你以往有沒有試過 跟一個團隊合作 是很坦誠 與很不坦誠的經驗 有有有 絕對有 很坦誠 當然有 我覺得 幸運的 很不坦誠 亦都有 遇過不少 不是同公司 但有時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可能 A一間公司 跟B一間公司合作 的時候 B那間公司 我不是說我 我們公司很坦誠 如果他不坦誠 其實 那個目標 或者我們 去得沒有那麼準確 也就是這樣說 如果你不坦誠 剛才所說的 第三個C communication 這種溝通 根本就不是一種有效狀況的溝通 對 大家都盯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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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乎有些保留保留 又或者本身 你背後有沒有拿著把刀 打算刺到大腿 就是那種情況 譬如說 有一些 有人這樣說過 譬如有些藝人 他跟公司的人溝通 唉 我不喜歡拿這個 影帝 拿來做什麼 這些虛榮的事 公司的人 就說不用了 不用去到 看看怎樣爭這個影帝 很棒 拿不到的時候 有沒有搞錯 我還可以再出來見人 為什麼我拿不到影帝 這個是去扣出來 類似這樣的事情 大有人在 所以你會知道 其實團隊 我們很想說的 其實要坦誠 其實在小組學習 其實所謂小組 或者叫團隊 其實互相都要坦誠一下 但是你會知道 人世間 其實最難的就是 打開自己 打開自己 很有趣的 想和你分享一下 我想有幾件事 一 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去 難於 去把一些 我們覺得對方 不好的指出 OK 我先說這件事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喂 我 我假設跟阿啤梨 其實我們是好朋友 OK 我們是一個團隊 我們是一個學習的團隊 或者本身我們做什麼都好 但我覺得 有些事情你不改的話 你不肯改的話 基本上阻礙到你的發展 但是問題 香港人也好 中國人也好 可以直斥其非 不是我們的文化 是 為什麼 如果你對著Alvin 你覺得Alvin有些習慣 一定要改的 譬如你不要經常說 你做才說 你天下無敵 做你無能為力 的話 但你覺得難於啟齒 告訴我 有什麼可能性 想想 怕你有反感 不好的反應 全部都是怕什麼 都好像Bally所說 我怕對方 他不接受 覺得我正在攻擊他 基本上他不接受 到最後會影響什麼 影響我跟他之間的關係 影響了我的關係 我又少了一個 可能朋友也好 基本上一個網絡 其實到最後你會知道 很有趣 有很多時候 我們不去 去講一些你覺得真話 而去讓對方 去得到一個理解與進步 其實到最後 你不講這件事 不是為對方好 是為誰好 是為自己好 不講是不是為對方好 不講是為自己好 是大部分生活常態 還有我們在公司裡 也是 我問問你 你有沒有覺得主管 不是貴公司 不是一個真實個案 假設 你會不會覺得這些主管 真是天下無敵 你老闆是不是真是厲害 嘩 完美 我沒見過一個這麼完美的人 真的真的完美 真的沒有見過這麼完美的人 OK 我抽不到你 不是你的例子 阿爸 阿爸 A君 他見到自己老闆 也不會是完美 自己嘗試 但有時候他未必會說 可能是其他公司 不是那些 嘩 真的 我做完他那些都可以 為什麼會這樣 不知道有沒有帶佬上班 對 所以問題是大問題 你不去講 當然不是用一些 叫做這麼毒辣的方法去講 你不去講 都是怕什麼 我告訴他 不然到最後 他覺得我很多激吉 又或者很麻煩 甚至乎在以下犯上 到最後 你會在想什麼 在想自己年底的考核 不然被他寫死我 然後你會知道到最後 原來人很多時候 不願意說一些真話 原因不是為對方好 原因是為100%的保護自己 簡單一點的文字 就是叫自私 越自私的人 越不坦誠地講出 對方的一些意見 我想一個團隊 我們要建立得到 就是第一 大家真的有一種坦誠的心態 先不要經常這麼多東西 枷鎖自己 就是我講了 令到對方會怎樣去影響到 記住 那樣東西不是自己 因為你每說一番話 其實都是為人的 那就是說 其實某程度上 有些人經常都 去到給你意見 批評你 其實都是不錯的 對呀 他有那個心 去到幫你 忠言逆義 對呀 好吧 說吧 說給我聽 所以 有時候我們都技巧性地 我們要建立得到 一個好的文化 願意跟別人去講 最重要的是 你真的有一個 我們所說的 很友善 很 sincere 的一個 mind 你的原因 我想很多時候 我們在公司裏面 經常都講一個英文 就是 我有一個 sincere opinion 有一個 sincere advice Won't you mind me to say to you 你介不介意我講一個 很 sincere的 advice 給你聽 這個是一個開頭 但是反過來 另外一件事 不單止你願不願意 不要這麼自私 告訴對方 其實另外一邊商 都要去否析一下自己 是不是一個願意接受別人 去說自己的一種公開心態 這個都很重要 如果這個心態沒有 其實你永遠都不會進步 其實我們年紀越大 就越容易踏入了這種陷阱 因為你越有自信 因為覺得自己 其實我已經經歷了這麼多事情 其實我有些什麼 其實本身我不是清楚自己 你走去給我意見 你沒事吧 我做了幾十年人光 我連自己的事都要給你去 和告訴我 對 你覺得你真的這麼聰明嗎 那已經開始 就不停的鋼 起了出來 你不要再過來 我會刺死你 所以搞到 一些新入行的人 新的一代 就覺得 跟那些 上一代 真的溝通不了 所以有時候 我們經常都覺得 你怎樣可以真的放下自己的身段 要有一個更加靈活的心態 你不需要去覺得 第一件事 其實是別人在說你 你需要去覺得 就是別人對你 做一個更加大 你可以改變到的潛質 與期待 如果你連改變都改變不到 我真的不想浪費時間 跟你說這麼多話 但問題就是 我給你一個真實的提示 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不覺得你改不了 你反而不去改過 我覺得浪費了你 我們反過來 聽別人給我們的意見的時候 確實要對對方 有一個百分之一百的尊重和愛 感覺到對方 其實是對自己 還有期待 我覺得對方對自己的期待 以及你沒有看死到我 於是乎你想我更加進步 其實你應該這樣去接一件事 而不是馬上關門 覺得別人是指控 在你自己 這個很重要 我想無論你是什麼年紀 什麼界別的你 保持著這個心態 我覺得都是有利而無害 我想到最後的話 記得這件事 我今天所說的事 好像全部都跟職場有關 我只不過沒有把這件事 拉進去家庭裏面 作為一個家庭裏面的一種小組學習 一個團隊 其實我們怎樣可以真的不要嫌麻煩 而不去說 說真的 有些事 我們經常說老公要很聰明 即是一句半句 都什麼都不要說老婆 但說真的 其實不這樣做的話 太太會不會少一份 可以改進自己的空間 但當反過來就是 太太說自己的時候 你怎麼搞的 你是我老婆 為什麼會去說我 你不是應該站在我那邊嗎 自己又是不是 如果有這種心態的話 是放棄自己再改進的空間 對 你說得很對 我馬上打電話給我太太 罵她 馬上罵她 馬上罵她 希望在2019年 不單止打電話去罵她 還可以打電話給她 互相告訴對方 對方或者自己 還有什麼可以改進的空間 好 今天多謝Alvin 跟我們說這個小組學習 我們下次再見